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來看賽爾特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9點鐘方向 紅色玩家選擇的是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伐木速度非常快速 而且工程器的攻擊速度也是最快的文明 後期點下賽爾特狂熱 還可以讓工程器的血量再大幅提升 賽爾特人本身是一個步兵文明 移動速度直快,三攻三防都有 工兵路線稍微不太行 但是由於他有伐木效率的關係 所以他城堡時代跟封建時代 還是很適合打工兵開局 利用時代還是要靠自己的槍兵路線 或是劍勇、鬆蘭武士 或是打大洛馬路線也是可以考慮的 賽爾特雖然他有遊俠 但是沒有三級馬開也沒有品種 所以後期會用到騎兵的情況 通常是用洛馬去解對方攻城器 或是解對方的戰毛兵之類的單位 那賽爾特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打 城堡賽的兵種 這個工程器單位 身頭戰術也是賽爾特人 比較強勢的一個套路打法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位 四點鐘方向 藍方選擇的文明是馬來人 馬來人擁有生時代速度最快的文明特色 而且他的步兵鎧甲是免費給的 後期可以點下強制增兵 劍兵勇士 不是劍兵勇士 民兵系的雙手劍兵 可以不用黃金就可以生產 那馬來人他算是一個半全人的文明 他的工兵路線是全滿的 三公三房強盧還有這個拇指環彈道靴 這個都會有 那騎兵路線的話他就只有輕騎兵 而且沒有二級馬鎧 三級馬鎧都沒有 甚至也沒有品種 但是帝龍時代可以考慮打這個精銳毛相夫 折扣大象作為騎兵主力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選擇打法 那這場比賽呢 兩邊都是步兵文明 那兩邊也都是前期 比較適合打工兵 配上步兵的 工兵配漏馬的路線 所以封建時代 很有可能會看到兩邊 都是出工兵加漏馬的一個打法 那現在步兵文明 前期打棒棒的次數也開始變少了 因為在職業選手 越高端的比賽裡面 棒棒的騷擾 是基本上打不到太多東西的 所以呢這個省下來的肉 通常都會投資一級農或一級伐木 所以現在步兵開局 是很少會看到那種 極速棒棒騷擾流 好 MBL這邊點下支部技術 那這個也是因為 現在P數是越打越快的關係 所以大家會寧願選擇更早的時間 去上封建時代 然後再去轉出肉馬 去進行騷擾 好 這邊看到現在兩邊 是一個碰撞一下 血量稍微掉了一點點而已 好 馬來人這邊是也點下了支部技術 然後是21P才升級封建時代的 那他選擇是一個不交流為史策略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金跟果子 都在裡面喔 非常舒服 所以他不太想要交流 反正我前期就歸 升到城堡時代 打馬來的奴兵 或者是打這個城堡時代的大象 都可以考慮 好那馬來人現在的情況是 比較適合走弓兵路線 果然補了一個射箭長 射箭長早點補下 好 這邊直接為史 如果要不交流的話 為史真的是很重要 好 這邊想要出去 但是已經出不去了 MBL這邊偵查 看到裡面是一個不交流的打法 好 弓兵已經開始在量產 那賽爾特人 這裡也是選擇了弓兵開 那步兵文明的開局方式喔 都是大同小 差不多的相似度喔 不是純弓兵 就是弓兵配肉嘛 不太會有一種步兵 裝甲步兵配弓兵的情況 比如是槍兵配弓兵 那我還是覺得 現在步兵果最強的打法 還是赤猴加上弓兵喔 雖然這樣資源消耗會非常兇 但是用主動拳 而且還可以去反制對方的戰毛兵 那馬來人這邊是選擇了弓兵開局 那時代上快要升級上去了 農田已經補到了非常多了 已經11片田了 那賽爾特這邊有伐木優勢 補下了馬舊 這邊工廠不是馬舊 選擇了在家裡防守 也沒有要出門的意思 兩邊就是前期敵不動我不動 不打架不交流 當然就是要來打後期了 好賽特人率先點下 安保賽升級 馬來人這邊也點下 時代上還是馬來人領先 所以升時代速度實在太快了 那這邊MBL就要小心喔 因為馬來人的升級關係 他可以打一個高速升級 變身奴兵的打法 那如果自己是打毛兵的情況 要防守回去要小心一點 要保存一下毛兵的數量 自己升完戰毛兵 再出門會更好 好 好這裡有一隻天空熊 高打低解決掉 好這裡槍兵偵察到 順便稍微拉走 好這裡稍微擋一下 小心二級射 戰毛兵 升級 還有二級防 但是來了 騎士來了 那還好這個騎士沒有馬鎧 會很害怕二級射的戰毛兵 好二級射戰毛兵打騎士其實很痛喔 好點掉騎士 攻兵往前 但是一招戰毛兵擋不住 直接被戰毛給投爛 對這就是馬來的騎兵問題 沒有二級馬鎧 騎士 出出來的話還是會打到頭破血 好那MBL這邊就很簡單 就去出戰毛兵跟槍兵 就能守住馬來人的全黃金的策略 這是奴兵又配騎士 真的是大撒幣打法 全黃金兵 那MBL這邊只要全出垃圾兵 就可以擋住了 好那馬來人這邊要打贏的話 也可以轉BK 攻城七製造所 潛壓放在這個高地上 出個投石測啊 奴炮 開始往前給壓力 就會給這個戰毛兵 很大的壓力在 還有槍兵也是 好那接下來 MBL沒有打算要潛壓 攻城七 這邊看到了 這次敵人從上方進攻 後面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照著圍石 好騎士過來 家裡還沒有修道院 所以騎士暫時沒有辦法用生女去壓制 好馬上補下一個 這裡補修道院的話壓力會非常大 他的騎士只會越來越多啊 好這一波騎士要上前嗎 感覺會死光 要不要收一下殘血了 沒打到 毛兵上去沒打到 回頭 反丟一下 沒有彈道血還是歪掉了 好馬上補了一個勝率 現在是MBL3TC開農 馬來人也是3TC開農 馬來人也是3TC開農 兩邊打的是一個對農的局面 好那馬來人終於想通了 哎呀他這個兵力啊 還是要補個攻城七製造所 但這個好像沒有機會蓋啊 分明拉過來可能會忘記嗎 好有機的取消 好直接補在家裡 好MBL這裡補下了二級農田 前期兩邊都是打開農 那MBL這邊防守還是做得不錯的 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現在是騎士數量有點多 長槍並沒有升級 生驴放下生物回頭想要著想 好但是看到騎士緩後退了 生物繼續撿走 後半 好MBL現在67村 對上馬來人69村 兩邊的經濟差距 是馬來人暫時領先啊 因為馬來人這邊升級時代速度很快的關係 省下來的時間就可以去採資源 而且剛剛馬來人確實有騷擾到MBL MBL這邊也是被撲稍微收了一下村 這邊法木跟右邊的左邊的村民 都稍微移動了一下 所以資源量會稍微差一些些 好馬來人也點一下輪軸技術 好這一坨奴兵跟騎士 略羅要用 好牆壁差點戳11隻 可惜了 好戳掉 騎士好像可以戳 但來不及戳 找到自己 好這裡選擇了逼退對手 二級工兵鎧甲 也補下了 賽特人 神保斯在打 打工兵 然後補下了工程器製造手 賽特工程器有優勢 結果工程器沒有先出 反正是馬來人先出了 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工程器不出的話 MBL這個垃圾兵策略 是相當有效的 OK 那馬來人 目前是要點下城堡 城堡往前蓋嗎 哇 要往前蓋 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感覺打不到任何東西 如果是我的話 我想要蓋稍微正面一點的位置 這個待在這裡 直接空到黃金跟農田更重要 雖然這裡有高地 但是這個高地 也沒有辦法讓巨型頭司機 在一個很安全的位置 巨型頭司機 是必要往前走個幾步 才能攻擊TC 所以下這個城堡位置 所以要稍微想一下 這個堡可以空到什麼東西 巨頭出來會不會安全 以上這幾點 都是插堡前壓的時候的一個重點 但是以高地插堡還有一個優勢 就是如果在對堡情況下 兩邊巨頭互砸的時候 高地堡依舊有這個減傷的效果 這是平面堡的一個 比平面堡的一個優勢 好 那馬來人看來是沒有打算要直接升差 那這裡點下來帝王時代 還有一分半的時間 好 這邊戰毛兵 直接抓到這些奴兵 這些奴兵是不是找不到人身方向 直接撞到了戰毛兵的臉上 好 後方的四隻僧侶直接應招 奴兵本來是想要去招 去勝僧嗎 這個僧侶躲在非常透明的位置 好 投資者過來 現在換別了 也拉了自己的投資者 好 這邊要砸一發 砸到弓兵 又死了兩隻 互砸 互換 一換一 先起的交戰 你看 兩邊都是 有來有往 但感覺MBL優勢更大 MBL的資源已經開始反超了 馬來人這邊沒有點下二級農田的關係 資源量開始有點不太行了 不要補個二級農田呢 好 MBL這邊利用時代合一分鐘 手推車也不下 兩邊打得真的是農 這根堡蓋了之後 巨型投資機也沒有辦法馬上做到事情 有點小小尷尬 好 也是要帶來這個高地 先拆一下周圍的建築物 先把修道院裡的聖物打噴出來 先拆工程器製造所 這邊四發 就可以拿下 好 軍營 帶幾發 搞定 搞地輸出就是痛啊 巨型投資機的傷害 真的很高 好 右側這裡戰毛兵 直接撞到了城堡 但是還好沒有彈到靴 這時候馬來人 點下了精銳爪刀的升級 賽特人電用時代也開始轉出松蘭武士 這一頭騎士想要衝進來 但是後方的聖女直接逼退了騎士 騎士看到投資車上前就是一頓輸出 被招翔也要收掉投資車 後面招翔直接遭到了蠻血騎士 兩隻蠻血騎士開始反殺 這裡這隻聖女可以拿下來嗎 沒有辦法 MBL最後是活下來一隻聖女 好 聖女再把下面的生物趕快及時搬走 好 現在爪刀來了 MBL怎麼辦 精銳爪松蘭武士還需要一段時間 雖然現在有松蘭武士的數量 但是現在對方爪刀數量是真的多 而且量產速度很快 而且一上去就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馬來人的優勢就在這裡 成型步兵速度之快 好 松蘭武士直接上前應戰 兩邊的步兵單位開始正面對打 可是馬來人感覺自己在成正中心下 開打的話不是太大的優勢 選擇拉走 好 現在正面的爪刀數量已經來到了 跨要60隻 55隻 這邊爪刀高打低 想要反擊松蘭武士 但松蘭武士直接正面硬扛 也沒有在管你到底有沒有高低 結果直接被爪刀打到頭破血流 松蘭武士直接被吃光 後方的MBL想要來蓋寶 但是寶好像蓋不起來 選擇了放棄 後方好大量爪刀正在追 好 現在爪刀開始四處騷擾 MBL 松蘭武士要繼續量產起來 可能還是要在正面先穩住一下陣地 城堡部分看要不要尬在前線的部分 好 結果松蘭武士在正面 想要扛住城的中心 城的中心這裡 成功擊退爪刀了嗎 松蘭武士數量一直不夠多 雖然有三級的步兵鎧甲了 但是攻擊力還沒有點上 那現在爪刀打一下松蘭武士 是三防禦 三點防禦力 那點下三攻之後是十二點 打一下還有九滴傷害的 松蘭武士本身也是比較害怕 步兵單位的 因為他的攻擊力是非常高的 跟遊俠一樣高 但是防禦上就跟遊俠完全不能比 好 守師城鎮中心 接爪刀 好 被開打 松蘭武士再次上前 二攻雖然還沒有好 但是松蘭武士想要用自己的 以及優勢打敗爪刀 爪刀好像有點扛不太住 直接被松蘭武士打破了缺口 但是下方的城鎮中心跟農田全部都沒了 爪刀現在四處亂竄 哇 兩邊隊農將近快三十分鐘 突然大爆打 這就是 隊農帝王時代的可怕之處 兩邊帝王都會打得非常兇 MBL這裡 臭民宿開始有點下降了 這波確實有打到東西 MBL臭民宿要趕快再補一下 好像忘記要補村民 嗎 剩下一個城鎮中心 兩個 大方這裡還有一個 但是爪刀 全部聚在這個位置 想要把這根城堡拿下 這根城堡是 MBL所剩步作的城堡之一 剩下三根城堡 這是偏內陸的位置 這一次又在上前爪刀想要突圍 抓掉後方的巨型投石機 正前方的巨型投石機 再次扛住 一切排開 爪刀 直接被巨型投石機 全部抓光 MBL這裡 補下巨型投石機 開始反制巨頭 巨型投石機 上前對著巨型投石機 一陣暴打 上方的爪刀 也開始過來支援 但是爪刀的體質 真的是太不弱了 巨型投石機 數量起來之後 爪刀完全打不贏 這裡巨型投石機 直接送了三台 OK MBL 成功守住了這一波的爪刀爆 爪刀爆 現在還在繼續實行當中 數量還是非常大量 上方的MBL也沒有出巨型投石機 去反制 正面爪刀又開打了 這一波巨型投石機 居然想要反打 那卻是MBL 送爪武士都已經有點殘血了 這一波是由馬來人的爪刀 拿下了優勢 MBL這裡送爪武士還在出 巨型投石機 又快要拿下 這根城堡 這根城堡 巨型投石機 巨型投石機要拿下了嗎 這裡還要再踩一台嗎 看起來巨頭的數量不夠多 可以修一陣子喔 馬來人的石頭還有1500 至少四五台巨型投石機才有機會 但是如果這邊產巨頭 收爪武士的數量就不夠 這邊爪刀再次往前 這邊終於拿到數量上的優勢 好像要成功拿下MBL了 MBL能夠守住這一波的交戰嗎 爪刀還在輸出 巨頭被拿下 這一波是由MBL 展現劣勢了 結果後面 三隻送爪武士 開打 這個送爪武士不知道打多久了 我們來看一下 晚機殺了26隻的村民了 但是正面的爪刀還在打 三攻這球終於升級好 送爪武士終於擁有有效的傷害力了 哇 這三隻送爪武士已經急殺到28隻的村民 好 單爪刀也抓到下面挖礦的村民 MBL又再次被逼近 此戰過後 MBL經濟已經來到剩下86村 送爪武士三隻剛剛抓掉了20幾村 現在馬來人經濟也開始變得不是那麼的好 好 上方的巨型投資力終於看到了 有城鎮東西在上面了 趕快拆掉 好 現在抽名數是86村 MBL要趕快再補一個TC嗎 趕快再補一下吧 經濟趕快回農一下 現在馬來人經濟也不是太好 爪刀稍微休息了一下 OK 但是問題是在黃金上 MBL現在沒有控圖優勢 自己的附金也被馬來人給控住了 這個金礦要是被馬來人躲過去的話 MBL是將會完全沒有機會了 好 現在馬來人的村民樹又慢慢回歸到了100多村 這邊馬來決定是要轉強奴嗎 攻兵路線開始提升 射箭場也慢慢補下 走強奴路線前面還是需要有大量的步兵單位 還是要點個強制真兵 轉個雙手劍兵呢 去扛一下正面 反正三攻三防都有了 提升一下中甲步兵 跟長劍兵雙手劍兵 上個階段升級好 就有十足的肉盾可以扛住收藍武士 後面再靠強奴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打法 好 拇指環 強奴都依序不下 攻兵單位開始量產 收藍武士現在數量來到了59村 59隻60隻收藍武士 收藍武士 直接硬爆出來 MBL臭名術只有93村 好 第一時間把巨星球7個收掉 這裡想要首師城堡嗎 哇 這個首師城堡速度很快 MBL的松藍武士傷害力非常高 下方的松藍武士一致排開 想要擋住這一波的爪刀 爪刀現在遇到松藍武士三刀就死一隻 高達地的傷害非常痛 好 但是第一次還是要試下來左右 結果後面的城堡直接被砍掉 用斧仇砍城堡 這個斧子肯定也是盾掉了 直接砍爛 斗絲城堡 好 MBL 這裡再繼續 往前 想要用松藍武士打出優勢 但是強奴速度已經開始慢慢成形 這一頭黃金也被拿回去 MBL 正能忍嗎 要不要趕快派個松藍武士去 產出一下 倒彩黃金的村民 好 後面松藍武士繞了過來 好 強奴化學還沒有好 點下金冠強制增兵 這樣待會省出來的肉 就可以使用軍銀 產出大量的雙手劍兵 當作前排坦克 好 巨型頭C架了起來 前排的松藍武士 把挖金礦的村民給逼退了 這裡再度開啟了 手撕城堡的模式 後面的巨型頭C正在攻擊 前方的松藍武士 再給馬來人更大的壓力 這裡對村民收村 但是後面喬弩射得很痛 這裡趕快走 剩下27隻的松藍武士 好 城堡順利拿下 黃金重新奪了回來 NBL殿下了二級挖金 急需黃金來源 這裡城堡趕快拿走 好 馬來人這裡補下了雙手劍兵 收藍武士現在有移動速度的優勢 現在槍弩有點揪不太上 好 這一波想要做個攔截 但是收藍武士18隻 這邊先上高地 槍弩在低處 這邊高打低 能不能拿下 結果這裡沒有要打的意思 選擇了直接繞幹 繼續走 頭也不回的 好 這裡兩台巨頭 開始開拆 雙手劍兵 開始往前線 上方的抓藍武士 然後騷擾 但是NBL 村民術並沒有損失太多 好 這一波再往前衝 又抓到了幾村 馬來人村民術 開始有點下降 中藍武士 死得死 倒得倒 後面的經濟也是一團招 好 松藍武士再次突襲 喬弩現在全部往前衝 收藍武士也是 雙手劍兵 喬弩 馬來人的後期終極打法 不打大象路線 這就是馬來人的後期最好的陣型了 好 但是松藍武士數量真的好多啊 怎麼這麼多松藍武士啊 步兵單位真的就是比較便宜啊 便宜 量又大 量半型 單位 好 這邊要不要把強奴收到城堡裡面 收一下 放出來 再收一下 再放出來 好 強奴放到了後方 但是好像會全部抓掉 後方的城堡 快要被打掉 強奴一直瘋狂拉打 但是松藍武士的傷害實在太高 這波NBL衝鋒成功 大量的雙手劍兵倒在地上 馬來人木頭有點爆量 沒有辦法即時轉出農田的話 待會雙手劍兵的數量 會沒有辦法繼續量產下去 但現在的問題是 強奴數量也沒有辦法很好的成型了 現在松藍武士還擁有70幾隻的數量 現在四處BD 上方都有 下方也有 現在到處都是松藍武士 強奴現在有點找不到地方 去定點守衛 MBL奪完自己的金礦 黃金開始爆財 好 松藍武士 待會要再繼續往前架 直接架這個高地 把這個產能全部剷除 開始步步推進 上面的松藍武士再次騷擾 好 來人這邊防禦還是蠻迅速的 都即時收村 所以村民術沒有下降的太誇張 這個幾村還能接受 好 松藍武士左邊 從這面上面 都有一坨 三線進攻 強奴現在數量回到了15隻 但數量依舊不夠 只要回到2、30隻 才比較穩定 可以進行的打擊 松藍武士 好 雙手劍兵 再一次不殺 現在賽特人人口一直都是滿的 這裡一直瘋狂騷擾 好 強奴高地 射擊還是很痛 好 松藍武士 直接死守 正面的巨型偷襲 雙手劍兵 寡不敵中 直接變 當成菜切 切菜了 來 強奴這邊要過來了 這邊巨頭最好是趕快往下 好 上方的收藍武士 在 開始打防了 打防打起來 好 MBL 點下了 工程工程師 這樣巨型偷襲機的傷害力 跟射程都會增加一些 來看一下 這一波 上面 拆房子的松藍武士 抓到了 馬來的村民 馬來這一波 最後擁有將近快要三十幾隻的強奴 加上正面的三十四隻的雙手劍兵 又來大噴發 MBL 補下了工程器製造所 雖然我是高達低 直接反擊回去 但強奴在後面 這個數量打起來的話 MBL 不一定會贏 好 馬來的黃金已經完全歸零 這一波 一定要打到東西 沒打到 自己就要投了 趕快跑 這裡轉出來的東西是奴炮 但是重心奴炮 還需要一點時間升級 只要木頭跟 木材 木材跟食物就可以升級 重心奴炮要先等一下 好 第一台奴炮被打噴出來 終於發現裡面藏的是奴炮 重心奴炮點下 還有四十秒的時間 重心奴炮在這裡非常關鍵 收藍武士在上方的位置 還有一些 還沒有過來 來了來了 好 奴炮趕快按 重心奴炮武士 慘了已經來到了極限 MBL這一波一定要開打 後方的重心奴炮武士 從上方開始繞背過來 正面的重心奴炮武士 開始應戰 但是後方的強奴 部隊要被分推 直接直擊強奴 強奴這一波逃不了了 最後馬來人的強奴 直接潰不成軍 被收藍武士一波帶走 馬來人這裡應該要打出GG了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MBL出了357隻的收藍武士 爪招出了419 這一把真是步兵大戰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最後是由MBL拿下黃金上的勝利 黃金最後還是把它全部奪回來了 而且還有三生物 產生的黃金數量是真的蠻多的 馬來這邊打法後期也只能這樣打 那我覺得蠻可惜的 就算不打強奴的話 只打雙手劍兵馬來人 對付對方步兵單位 最好的辦法 還是要轉出這個金銳大象 但是後期投資金銳大象升級 會把這個黃金瞬間吃光 而且也追不到對手的這個強奴 雖然攻併也追不到 但大象來打步兵單位來講的話 正面對戰 大象還是有很大的優勢在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